上一集我們去過西貢的鹽田仔和白沙洲 今集我們繼續欣賞 西貢花山瀑布岩壯麗的天然景觀 還會到香港第一個海岸保護區 海峽灣 一起用心看世界 西貢梁船灣 花山位於西貢梁船灣州的東面 大約只有209米高 但它周邊的生態和岩岸景觀 就非常豐富 不同的地區都是不同的土壤 在花山這裡 這裡的土壤是屬於沙質 一般沙質的土壤其實不適合植物生長 不過西貢的特產吉梁 就這樣生長在這裡 平時吉梁是入藥紫咳的就是這些 吉梁真的很漂亮 而且吉梁的花是屬於一種漏斗形的花 所以昆蟲就不容易飛進花裡去吃這些花蜜 所以你看到吉梁裡面有些紋 這些紋其實是一個指標 叫做蜜標 告訴昆蟲 你跟著進去 那你就有東西吃了 但是昆蟲在裡面吃花蜜的時候 同時間它身上會放到一些花粉 它飛走的時候 就會幫吉梁傳播花粉 很聰明 吉梁這種植物之所以有這個名字 是因為它的根結實而緊直 於是就叫做吉梁 跟它柔弱的外表體來並不相襯 但是吉梁能夠抵抗乾旱和嚴寒 若小的生命擁有強大的生存意志 能夠在逆境之中存活 這一點就已經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很靜靜的 很少我在日後看到蝴蝶交配的情形 你看到它的翼上有一點點 這隻叫肥豹夾蝶 是呀 花紋有點像豹的花紋 淺色一點 上面那隻就是女仔 漂亮一點 顏色鮮艷一點 多一點顏色豐富一點 我現在合起來了 那隻就是紅星來的 很漂亮 要成為最鮮艷奪木的蝴蝶 一生其實要經過了很多的蜕變 在生命的最終時期 才顯出最燦爛的生命形態 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 因為有經歷才能夠彰顯到生命的美麗 很漂亮 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是那邊 那邊可以看到花山的其中一個景點 就是瀑布蝶 目標在那裡我覺得不難得到 因為很多時候行山 我們覺得只要給一些毅力 給一些耐性的話 始終會達到 很多時候我們做人的目標都是 只要是你看到目標 而是能力範圍以內的話 給一些耐性 終有一天可以走到那裡 瀑布蝶位於花山的南面 可以說是花山最出名的地標 亦都是西貢其中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其實有時候下山的路真的不容易 因為你看到那麼斜 人家會有點怯 但當你越來越近目標的時候 越來越近那邊的時候 滿足感又會很大 目標在望之際 我們在山邊見到一大片急緊 它弱小的身體和嚴峻的生長環境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感覺真的令人很震撼 你看看山頭很多急緊 原來山頭因為向風位置 所以特別多急緊 因為看到牠們 真的懂得全部向著風 向著這邊的海這邊生長 很有趣 看到一棵一棵 全部都好像有靈性 懂得的 好像抹開口向著這邊 吸出日月精華 還有很有趣 你覺得 激緊的感覺比我的感覺 好像很弱小 但牠在山崖 這麼斜的位置的生長 對比的感覺 我覺得很特別 雖然很弱小 不過牠們有牠的生命力 對 我想起昨天 那些樹 被人打了很多子彈洞的樹 其實這麼弱小 牠們都這麼揭力去生存 那棵樹在那裡生長 但為何有些人這麼無聊 做這麼無聊的事情去破壞牠呢 牠們剝奪了牠的生命力 對 香港很多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不是很考慮後果 或者只是為了自己一時之快 覺得很好玩 這樣做了一些傷害了牠的事 而且這些傷害是要可能很長時間 才可以修復得到 恢復得到 所以我們出來 都盡量只欣賞 連植物都好 我們都不要嚇傷牠 全球首歌道教電視頻道 道通天地 www.taorist.tv